换紧的土石流冲到产业道路上 令人触目惊心 上午10点就传出三位灵修的比丘尼受困山区 成功消防队接后和平山区受困民众求救通报 于是赶紧前往抢救 但因为雨势已变小 三位比丘尼认为没有利己的危险 又决定留在山区 整个河水淹没这个道路 它那个一里到一季大概有在到膝盖 因为它人眼已经撤退到还是回它的那个庙里面 人眼是没有那个安全顾虑 这一处地点是位在成功和平部落后方的山区 一条产业道路因为没有排水沟 平日几乎看不见溪水的野溪 因为联系几天豪大雨 大量雨水从山上冲下来 野溪平日也没有输距 导致产业道路看起来 反而就像一条湍起的河流 前来查看了成功镇长 看到产业道路变成湍起的溪水 也坦诚需要检讨 一般来讲产业道路都变成锅锯水锅菌 变成它那个有铺的地方 像说两边都做挡土墙 它很天然就变成一个大型的那个水锅 所以那个力量冲下来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将来要考量的就是说 你那个两边有挡土墙的 也要考虑上面的那个雨量 将来是不是要做一个节水道 让它分流 由于台东地区降雨浪最多的地区 在成功和长冰箱 两天已累积平均超过四百五十毫米的降雨量 山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土石流 而东海岸的台11线也因为雨量大 状况延连 银行边坡坍塌不断 也有交车因为视线不佳撞到路数 驯豪叫使没有受伤 气象局呼应民众注意山区土石流 没有必要不要上山 也要注意平地积水行车的安全 记者考照片 Floor台东成功财报报道